两名涉嫌毒害金正男的被告 29岁的越南籍女子段世香 和25岁的印尼籍女子西蒂艾莎 原定今早前往沙阿南高庭出席案件管理程序 不过基于安全理由 高庭决定遗失到关押两名被告的家印女子监狱 进行相关程序 控方今天将44份文件交给两名被告的代表律师 这些文件就包括金正男遗体的包验报告 死亡证书等等 不过并不包括闭露电视录像 西蒂艾莎代表律师魏顺诚向记者透露 根据控方提供的金正男遗体包验报告 金正男是死于VX神经笃记 他将把相关资料送往国外 让专家再做进一步评估 我们将来送公司报告给我们的公司报告 我们从外国有自己的公司报告 我们将来送公司报告 然后给我们一些回答 此外 段世襄的代表律师西山郑保德也透露 目前辩方正在尽全力寻找重要的证据 不过他不愿意透露详情 沙南高庭副主部官莫康默纳斯鲁丁 责定7月28号为案件过堂 到时 案件将在沙南1号行事高庭过堂 西蒂艾莎和段世襄是在今年3月 在雪邦推示庭面控 两人被控在2017年2月13号早上9点 和4名还在逃逸的男子 在雪邦第二国际机场出境处杀死金正男 最终案件在5月30号移交沙南高庭审理 NTP7综合报道